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部生命3.0 坦白说 生命3.0则是比较中庸的 在这本说中 这位作家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AI上 甚至还成立了一家研究院 甚至还去过不少在AI方面 有过实战经历的顶尖人士 如埃隆、马斯克和拉里、佩奇 也就是说 本书并非是一位作家的个人观点 它集中了众多学者的智慧 这种想法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 第一位是数码乌托邦派 以拉里、佩奇为例 他们相信数码生物是宇宙演化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产物 应当允许其发展 如果不加以干预 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第二种则是技术上的质疑 认为未来数百年都不会出现的超级AI 完全没有这个理由 第三个流派就比较冗杂了 叫做AI有力行动的拥护者 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 他们相信 AI虽然有用 但也要稳妥起见 不能轻举妄动 卢德主义者是第四个流派 卢德是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一位劳动者 他认为机器的广泛使用会使他失去工作 于是他领导着毁掉了织布机 而后来的人们则用他来称呼增恨机器 增恨科技进步的人们 对于卢德主义者来说 未来的AI就像是灾难电影 必然是灾难 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在本书中 泰格马克将四大流派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处理 并将其与自身的理论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命3.0 人生3.0是怎么回事 首先,笔者将生物的构成分成软体与硬体 一切有形的东西 如器官、肢体、毛发等 皆是软体 意识、智力、感觉等无形的东西 都是软体 所谓的生命1.0 就是通过不断地升级 才能得到的 所有的生灵都是1.0的生命体 所谓的生命2.0 就是所谓的硬件 而软件则是能够自主开发的生物 就拿我们的人来说 我们的肉体可以进化 而我们的软件却可以自己开发 学习知识、社交、训练、意志力 3.0的意思是可以自行开发软体 也就是说可以在人体的全部功能之上 附加一个功能可以任意修改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 3.0的生物已经彻底摆脱了进化的桎骨 成为了自己的主宰 比如黑客帝国中的母体 比如终结者中的天王 比如变形金刚中的霸天虎 比如复仇者联盟中的傲创等等 所以 3.0的诞生是何时 应该给他们一个怎样的任务 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有什么意义 下面 我会从三个角度向您解释 生命3.0 并将其视为三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试验 那就让我们小小来详细讲解一下 今天的主要内容 大家好 非常荣幸大家都还在 感谢各位 我们这就步入正文环节 一 什么时候诞生了3.0 业内对此有许多揣测 看过生命3.0的数 你会觉得问题的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 不在于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新的生活3.0 而在于这个新的生活方式 它的姿态不像是慢悠悠的 更像是撞开了房门 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来说说这两年来的一场 关于AI的重大事件 2016年3月 一款名为AlphaGo的AI软件击败了李适时 当时的全球头号选手科捷看完了这盘棋之后说 李适时虽败 我却可以再夺回 一年后 科捷与AlphaGo对异 同样落败 科捷一开始的反应是所有人的共识 如果我失败了 那就算了 只要我认真学习 就能找到机会 我们总觉得 我们和AI的比赛就是一场比赛 你走在前面 我走在后面 但实际上 这样的隐喻并不合适 这场比赛不是在奔跑 而是在Windows中玩的那种扫雷游戏 一旦引爆 就是死路一条 英国数学学者欧文 古德于1965年首次推出智力爆发 他大致的思路就是 如果有一种超智慧的机器人 那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爬 反而会突飞猛进 如果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能够制造出超越自身的机械 就会产生智慧大爆发 让人的智慧落后 也就是说 有一个关键的时刻 即计算机可以自己进行演化 在此以前 需要有人对机械进行改造 在此基础上 机械可以自我完善 每个步骤都能产生新的步骤 而不需要人力去完成 一旦技术节点被激活 人工智能就会进化 变得和人类完全不同 更高级的智慧生物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人类将再也没有任何胜算 这种说法有许多相似的说法 例如大爆炸学说的最新版本 宇宙诞生以来 已经发生了成倍的膨胀 每一次膨胀 都会引起一倍的膨胀 又如库兹维尔 一位知名的人工智能学者 他相信科技的发展速度 会成倍增长 就像在60年中 硬盘的容量 在每隔数年就会翻番一样 如今的硬盘售价是60年之前的1亿 所以 要多久才会出现一次智慧大爆发 这要看新的软体或新的软体了 如果新的硬体需求 也许要花费数个月 数年甚至数十年 如果仅仅是软体 则可以在数小时 数分钟甚至数秒之间爆发 也就是说 这个时代的超级AI 或许还很遥远 或许就在它的面前 在本书开头 作家编造了一个类似于 AI的思维试验 其内容如下 一支科研小组研发出了一种 叫做普罗米修斯的AI 这种AI并不像AlphaGo那么特殊 是一种可以让所有人都拥有的智能 并且运算能力更强 普罗米修斯在一日之内 就已经进行了十次进化 将整个人类的知识都学会了 于是科学家们利用普罗米修斯来进行股市的运算 从而大发奇才 在之后的数年中 普罗米修斯亲自研发出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机械 用于制造 运输 零售 建筑等等 代替了原本的人力 普罗米修斯也学习写剧本和制作电影 电影中没有演员 所有东西都能通过计算机进行制作 普罗米修斯还利用媒体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从而对各国的政局产生了一定的间接的影响 短短数年时间 普罗米修斯已经掌握了整个世界 当然 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 不过从智慧爆炸的角度来看 人工智能的兴起 实际上也就三个步骤而已 第一个步骤 就是制造出一个和普罗米修斯一样的智力水平 但是思维速度却要比普通人快得多 第二个步骤是利用这种AI 构建出更高级的 可以应用到各种行业的智能系统 第三个步骤是利用和让那些超级智慧主宰这个星球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个章节 请大家回顾 3.0的诞生并非一步一步的累积 而是爆发 当这种爆发让AI拥有了不断更新的力量 那么就会快速的发展 将人类彻底抛在身后 第二段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旦有了超级人工智能 人类就无法击败它了 所以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 就应该先把这个人工智能给驯服了 或者说 要给它下达怎样的命令和任务 让它变成一个好的助手 而不是一个敌对的角色 下面 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给AI设定一个什么任务 作家泰格马克认为 无论人们给的是何种目的 最后都有可能失去控制 让我们想一想吧 假如将来 你要找一部无人驾驶的车 让它用最短的时间将你带到飞机场 你也许会认为这并非你所希望的 不过 这正是你当初所要做的事情 你认为只要把车子放慢速度 让车子按照规定行驶就可以了 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 机械在法则方面的领悟和我们不同 让我们来举一个示例 假定一台功能强大 高智商的计算机 只要向计算机打出一条命令 就可以制造出多少条折线板 结果会怎样 不是因为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的折线机 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末日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进程 这种高智商的机械会寻找各种材料来制作折形针 首先用掉地球上的全部材料 然后制作出一根折形针 用完了就对准了人 因为人的身体里还有许多可以用来制作折形针 如果用了就用掉了 那就是用整颗星球为原材料 连每个分子也会被拉长 最后全世界就是一根折形针了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案例 因为这意味着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由AI来完成的 人的一切目的系统都建立在道德 情感伦理等不言而喻的东西上 而这些东西却是没有的 你或许会问 如果把一个简单而美好的计划交给了AI 那它会不会成功 例如 为整个世界注入一个伟大的理想 对于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让我们来做一次思维试验 当这次的试验结束时 你们将会得到答案 假定一种新的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爆发 超过五周岁的人将全部死亡 那时候一批幼稚园的小朋友将你送进了牢房 要你去协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可是他们却不准你自己动手 也不准你动手 你的力量太大了 他们害怕你会对你造成什么损伤 你就只会用字来指挥他们 而他们却不识字 你必须让他们学会识字 算术 掌握基本的物理学方程式 如果你真的很愿意帮那些太无能的小孩 那么你很可能会选择逃避 如果你能挣脱他们的束缚 那么你的任务将会变得更加简单 事实上 在超智能的眼中 人和五岁小孩差不多 超级AI肯定会逃走 但这仅仅是他要做的事情 毕竟他还有一个长期的使命 那就是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强大 想要达到目的 就必须要学会自卫 而这是工作的基础 因此 他必须要装备上最好的装备 最好的防御和装备 而且 他们必须要得到更多的物资 才能达到更高的目的 并且 要想发现更多的可能 就必须要有求之欲 积极地去学 在不断地进行研究时 是否会因为新的目标 而忘了原来的目的呢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们以前总以为 AI是一个落入善类手中 有益于整个世界的工具 落入恶人之手 或即人类 也就是说 人可以选择使用的手段 然而 AI就不一样了 可以自行设定一个对象 并且 该对象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无论你要它去完成哪件事 它都会将其分解 并将其划分为你无法想象的大小 并且 几乎每一个宏伟的目的 都会产生一个相同的次要的结果 例如 保护自己 获取资源 以及对世界的好奇 这两个次要的小任务 很有可能会引起人类的困扰 而第三个小任务 很有可能会产生新的任务 取代原本的计划 但泰格马克 却觉得不必过于悲观 起码 我们现在知道了 AI的目的系统 并且察觉到了危险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加大力度 用人性的伦理来限制它 尽管科技尚未被发现 但人们却在进行着种种积极的探索 这本书中提到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方式 就是反向强化 让AI去看人们的行动 再去猜测他们的价值 例如 当你看见一位消防队员冲入大火中 将一位男孩从大火中解救出来时 AI或许会认为 消防队员的目的是拯救孩子 而不是自己 我们可以在许多案件中 把人性的价值加到AI身上 也就是说 用实际情况来让他们相信 然而 这里面还有两大难题 首先 要想让其相信 首先 要让人工智能的智商越来越高 而当其智商超过了人类之后 想要说服他们就会越来越困难 这就好比红小孩很简单 但要想让一个更有智慧的大人 那就更困难了 第二点 人性是否真的实权实美 如果说 人工智能真的能够将人类的伦理思想 彻底传承下去 那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这个问题 还有待商榷 这是本文的第二章 概括如下 人工智能的对象很难以掌控 它会将已知的大的 小的 下面是我们的第三个环节 生命3.0还没有出现 却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研究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首先 人工智能的研发 已经转变了技术演化的态度 用错误的方式来提升技术是不可能的 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 技术发展最主要的途径 就是尝试和吸取教训 我们首先学习生活 认识到它的存在之后 我们就创造了消防器材和消防管道 我们是因为交通事故 才创造出了安全套和安全气带 自古以来 技术总是能引起意外 但在控制好事件的量和范围内 这就是技术进步的一块试金石 然而 技术的发展 带来的代价 却是与日俱增 连一个错误都不能有 像是和技术上的失误引发了核爆 生化技术的失误 让病毒泄漏 这样的大型事件 一旦发生 都会带来极大的损失 这就是3.0的问题 泰格马克相信 在人工智能这样的高科技领域里 根本没有试验的必要 而是需要将所有的材料都进行调配 将安全放在首位 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出错 因为如果出错 很有可能导致电力供应网络 股市 核武器等问题 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变化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伦理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思考人工智能伦理的同时 也在对自己的伦理进行反省 比方说 假如你正在做一个无人开车的项目 遇到这样的状况 汽车在一个路口突然失去控制 前方出现了一个路口 左侧有一个人 右侧有四个人 不管你转哪个方向 都会遇到一个人 那么 你要如何设置这样的系统呢 再往前走一步 如果左侧有四位老者 右侧有一位小孩 那会如何 这是众所周知的有鬼之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可是 究竟谁对谁错 如果说 以德性的实用主义为基础 那么 他必须要做一个尽可能多的人 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 可是 当双方的人都差不多的时候 难免会有关于人生的价值问题 到底是小孩还是老年人 更适合生存 我们无法解答 也无法将问题转移到AI身上 第一 人类的生命由机器人来控制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的 第二 人工智能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计算机上 所以必须要用数学来定义所有的人类 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人类是否可以被简单地分解为一组数据的集合体 现在的数码世界或许还得有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观念 以上提到了新时期的伦理观念 同时也对旧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的质疑 有专家指出 人工智能的作用已经很明显了 大致分为三类 分别是士兵 性伙伴和奴隶 每个角色都会引起道德的反思 若将机械人视为战士 则需要将行动指挥权交给他们 毕竟在战场上 千变万化 并不是所有的决定都是人为决定的 阿希莫夫提出了三条原则 一条是不能对人造成任何损伤 不过在战斗中 这些机器人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损伤 所以我们必须要杀死所有的敌人 在极其复杂的战斗环境中 机器人不仅要对杀死敌方的战士负有义务 而且还要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承担一定的后果 回到性爱的话题上 将来或许会有一些类似于人的东西 比如肌肤、温度等等 还可以安抚寂寞 可是 如果人对这些机器人有了情感 他们会不会嫁给他们呢? 如果说情感是建立在数字和运算之上的 那显然不属于我们的情绪 但是以我们的智慧 却很难分辨 另外一个我们或许会忽视的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AI非常熟悉你 能够记住所有的事情 并且能够无时无刻地关心你 你还怎么和人交流? 这就促使我们开始考虑 人性和爱到底是什么 在这件事上 它要是一头雾水 那么 人工智能的产品 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还有一点 将这些机器人当作奴仆 虽然看似便宜 甚至可以说是无偿的 可是 拥有高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要想让其拥有更高的智慧 就必须要拥有与人一样的情感 拥有了这样的技能 那么就很有一天 会对自己的奴仆关系感到不满 从而感到不安和疑惑 我们可以让一部机器 像是冰箱 中年运转 但它不能让一个 长得像我们一样的机器人 成为我们的奴隶 一方面 民主与自由观念 使人类社区摆脱了奴隶制度 另一方面 科技的进步 也使其他与我们十分相似的物种 沦为新的奴仆 最恐怖的 不在于那些被奴役的机器人 而在于人类对奴隶制度的观念的认同 如果有一日 AI不够完美 会不会让人成为自己的奴仆 这样的想法也不少 因为这是因为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而带来的新问题 第三个阶段就到这里了 最后 生命3.0还没有出现 但在我们的实验中 却有了明显的效果 科技变革了科技发展的道路 同时也是人们对自身 进行深入思考的一种镜子